全體舊備戰部署 全體舊備戰部署 四 二號第三 二號機 手前機 三二號進 二二三 雙車緊張 動詞 右蠻舵 最好 一集大隊 五號進 五號進 一集大隊 防備戰術 三號進 潛艦作戰迫近 安靜隱秘 在冷戰時期 被视为关键的战略性武器 因此有水下无声杀手之称 而隶属我国海军256战队的海狮军舰 长期以来情绪精炼 成效卓助 一直是国军维护台海安全的重要战力团队 本舰平时主要的任务为潜舰人员的培训 以及协训水面舰实施反潜作战训练任务 那暂时呢 伊令志指定海狱子 执行坚征勤船的任务 我们基本合格签证在考试的过程 你要把全船所有的系统的原理 还有装备操作的训练都要经过验收 才能够做这个合格的签证 潜舰人员之所以要这个严格的基本合格签证之外 还要完成各部位的部位签证 也就是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的部位子跟签证 因为我们各舱间当发生灾害的时候 你该舱间的人最资深的理所当然就是 这个现场的指挥官 你要处理当场的这个灾害 或是这个装备故障的这个排除的任务 所以说甚至是一个兵 一个兵你在这个舱间如果发生灾害了 你要能够独立处理这个灾害 这是非常重要的 不管是电机油机或者是可能其他方面的一些系统 你都要大概的学会 这是基本的 一上船不管你是被分到哪一组 就是一定要学会这些东西 骑乘就是大家都一样的这样子 我们还是在八九十年代的时候 有每年都要执行一个耐航训练 那耐航训练的时候我们出去是这个二十天 大家听到这二十天在水里面 这个不见天日是非常辛苦 我们在耐航的时候今天那么长 大家一定会觉得很乏味 因为每天做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在船上就会 因为部分有很多的是学员 这时候动态是最好学习的状况 所以我们都会学长带着学弟在部位上 教学相长 让他的进度赶快赶上 然后等这个任务完成 他也可以正式成为一个正式的前线议员 要成为海师军舰的成员相当不容易 各项植物的磨练都有着重重考验 若想取得登舰服务的机会 除了必须精挑细选择优领配 包括压舱测试 模拟训练等等 都是不肯过缺的关卡 我们这个就是高压氧的一个多人舱 那高压氧第一个就是它有高压的气体 再来就是有比较高浓度的氧气 军事人员过来的话 他要先测试说 它会不会造成这个 因为高压会造成它的颜面部 或是肺部等等的挤压伤 那高压氧 它的氧气的浓度也比较高 那就是怕它会有什么氧气中毒等等的症状 或是所以说我们要选兵的时候 要先做这两个测试 来检定它们的体格 适不适合做这方面的训练 非常注意到达水底停留一分钟 一分钟后开始上升 这个教练也就提供我们的军官班 士官班跟士兵班在学员班队的时候 来这边做一个基础的训练 那我们排堂课先上堂课之后来这边做实作的训练 在上船之前每个军士官都一定要在这个教练里 经过基本的操作之后才能做上船 这个模拟器训练是持续不断 在学员班的时候 士官班跟士官班都有差不多 八堂到二十堂的堂课在这边做训练 那当它上船之后呢 它每个礼拜都要到这边来生训 那生训分成初级中级直高级 那看他们船上现在的任务来区分 那出海前这个船上也会 有一个潜航组来这边操作 那以这个因令出海的任务需求 许多人都知道海军舰艇不论在工作 生活上的空间都受到相当程度的限制 但是你可能难以想象 在海师军舰上官兵们是如何在极为狭窄的舱间 甚至高温环境中一一完成各项工作 通过任务的考验 电瓶是我们前进下前之后的最主要动力来源 那我们非常的care这个保养 那因为那边空间也非常有限 所以人员在做保养跟施工也非常的辛苦 因为那边地方真的很狭小 因为大概你人作业的人 大家可能是要跪着或蹲着 或非常的低的部分去做电瓶的冲洗 擦拭或者是两笔重 这些很多 平常做起来 正常的空间做起来 非常可能轻松如意 可是到那个地方 因为我们电瓶总共有上百颗电瓶 那每一颗都要很细心的保养 那每一颗在不良的姿势这样做下来 其实会蛮辛苦 那在电瓶间 因为空间非常狭小 就算你非常老练 你常进入这个舱间 那因为很多角度非常的奇怪 你可能下去之后 会有点不太符合人体工学 一转身 可能一不舒逸 拿个装备 可能常常手肘膝盖 或者是头的部分 常常有些会插碰到 然后常常有些瘀伤 或者是一些挫伤的部分 通常保养这部分 只要有一个人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 另外一个人就要拿这个检查表 或者是他拿一些手册 在旁边提醒这个人 他做到这个部分 要注意什么地方 都要做一个双重的检查 机舱在工作的时候 是因为主机会运转 那就相较 就像是很大的一部引擎 在你身边不断地运转工作 这时候机舱平均的温度 大约是四五十度 然后再加上如果你们高压机的启动 或者是其他机器启动的情况下 机舱温度会越来越高 那这个时候我们通常都要全程待在机舱工作 我们不会离开机舱 那机舱的工作环境它是非常热的 然后我们的机器也很多 所以我们要同时要兼顾的东西也很多 第一我们要先耐高温嘛 我们主机启动的时候 夏天这边都是四十几度快五十度的高温 然后又大量的噪音 我们这边的轮机工作 就是其实就像人家所谓的黑手 就整天就是跟油啊水啊围舞这样 任务结束工作忙完了 即使是休息的时间 对全健弟兄来说那又是另一项考验 例如三个人共用两张床 被称为热库的住舱 最简单的上下床动作 其实一点也不容易 每个人睡觉的时间 有的人会很晚睡 有的人会就是可能会比较早就去 因为他要职业跟之类的 对啊我们就是要避免去打扰到其他人 所以连上这种狭小的空间都要很小心翼翼这样子 要上来已经很不容易了 更何况是还要能够不发出声音这样 就是有时候会感觉很像自己 很像在做什么极限运动之类的 这是要滚进去的 因为像睡觉的话 因为我的适应力蛮良好 我大概就是差不多睡个快一个礼拜 我就习惯那种上就是狭窄的空间 然后有一些比较高大的弟兄 所以我看他们进出水面门就是 头很容易去就是敲到上面的把手 跨过的时候就是要小心他的头部 所以就是一脚前跨过头部就是小心要去点到 然后因为我们走到狭窄 如果有对面学长要过来的话 我们就是会侧身让道 这样子让学长先过 然后我们再往前走 战力的全员 乃自精实的战备训练 严酷的任务环境 无形中也建立了官兵 坚定的情感与临峻力 全体成员更加以身为海市军舰的一份子为荣耀 潜舰这边就是变成说大家 你喜欢我喜欢你变成大家比较感情也比较好 一家人一样这样 工作习惯啊工作特性也 也可以比较了解 所以其实各部门 我都跟你很熟 你都跟我很熟 大家生活工作都会 感情也都很难不错 我从山里看着水流 退伍之后人家问你说是什么单位的 你就不用说是什么海军 你可以自己自豪地说自己是浅见单位的 在工作环境上的话 我觉得学长们给我的感觉都很好 像兄弟一样互相照顾 我其实很喜欢这种工作环境 有人带着你做的时候 就算你不会 也有人会照着你这样 所以我们工作起来是很愉快的 像我们城上就是一个舱间 就一条线 你能这样走过来 所以说大家也没有什么隐蔽的空间 可以让自己 所以大家真的就是 很能体会那种同舟一命的那种感觉 会为我感动 要做自己最骄傲的英雄 热情会远远传送 到世界每个角落 在前面上工作的每一份子啊 其实就跟 像家里的兄弟姐妹是一样的 平常就是大家工作在一起 生活在一起 其实大家的感情非常的浓厚 都会互相帮忙 互相照顾 海事军舰呢 是一艘具有优良传统的情节 那我们都是 把这边当作自己的家 不管是做任何的训练 装备操作 我们都是军官带着师官 师官带着士兵 大家一起去完成 什么样的训练 保养 所以我们是生活在一起 工作在一起 学习在一起 战斗在一起 我们都发挥了这个256战队的这个精神 我相信我们未来还有很多艰巨的任务 比如说这个性能同届 还有全舰格造部门 那我相信全舰官兵 都能够秉持着以往的荣誉跟责任 能够完成上级所交付的各项任务 海师军舰 生活在一起 工作在一起 战 海师军舰 Better than best 海师军舰 红舟一命 生死与过 海师军舰 赚勇向前 海师军舰 战力最坚强 海师军舰 不怕鼓 不怕累 使命必达 海师军舰 战力顶尖 这边要谢谢大家 一直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付出与努力 那未来呢 我们还有很多许多重要的任务 那让我们一起攜手 为海师军舰争取佳击 指令下力气 2930 海师军舰 勇往前行 杀杀杀